在北美,年薪能达到6位数超过10万美元,已经算是相当成功的打工人 然而实际上,收入超过10万美元并不一定都能过得舒舒服服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你住在哪 最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金融信息提供商Smart Asset 就对美国76个最大的城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分析 就是为了得出同为10万美元的收入 在不同的城市扣除税务以及基本的生活开销外,到底还能值多少钱 最终得出的结论,真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根据Smart Asset的研究方式 他们在综合考虑周税和总体生活成本 比如住房、杂货、水电、交通和其他商品的服务成本后 对美国76个大城市进行了分析 最终得出了10万美元在不同城市的实际价值 我们先一睹为快 看一看这个榜单的前10名 也就是10万美元最值钱的城市 以及后10名 也就是10万美元最不惊花的城市 分别有哪些 首先,榜单第一名 来自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10万美元扣除税务日常开销调整后 还剩86444美元 接下来的是德州奥尔巴索 10万年薪在税后和生活成本调整后 购买力还能高达84,966美元 第三名为俄克拉克马州的俄克拉克马城 换算后的购买力价值为84,498美元 第四名 德克萨斯州的帕尔斯克里斯蒂 调整后价值为83,433美元 第五名 还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卢伯克市 调整后购买力为83,350美元 第六名依旧为德克萨斯州的修斯敦市 调整后的实际收入为81,171美元 接下来的三个并列第七 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又全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城市 这里可以说是赢马了 他们分别是圣安东尼奥 沃茨堡以及阿灵顿 调整后的实际价值均为80,124美元 榜单第十名为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 调整后的收入也高达79,921美元 看了前十名的榜单后 或许大家还感觉 以美国现如今的通货膨胀率 十万美金收入 实际购买力能达到上述水平 还挺不错的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倒数榜单 或许大家就能深切的感受到差距了 在Smart Asset选取的76个城市样本中 排名第67位的 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 十万美金的收入在交完税 以及调整了生活开支成本后 最终的实际价值仅为48,959美元 第68名来自马赛驻塞州的波士顿市 实际价值为46,588美元 第69名加州奥克兰 也就是著名的湾区所在地 十万美金收入一番操作下来 仅剩46,198美元 第70名加州圣迪亚哥 调整后价值为46,167美元 定列第71名分别为加州长岛与洛杉矶市 调整后剩余44,623美元 第73名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抛出税务即日常开销 十万美金购买力也仅为44,307美元 第74名加州旧金山 调整后实际购买力为36,445美元 第75名有点意想不到 来自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市 十万美金最后只能价值36,026美元 好了到了揭晓榜单倒数第一的时刻了 想必大家多少已经猜出 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纽约市 十万美金在交纳高昂税务 面对天价生活成本后 最终实际换算价值仅为35,791美元 这简直让纽约客们欲哭无泪了 纵观以上榜单 其实大家不难看出 有两个州非常抢眼 就是来自最值钱榜单的德克萨斯州 以及最不精华榜单的加利福尼亚州 怪不得有大批的马龙以及高科技公司 选择从加州迁居至德州 毕竟大家都不愿当个冤大头 德州能够在榜单上傲视群雄 主要得益于其不征收州收入所得税 同时再加上地大物博 资源丰富 造就了低廉的房价及生活成本 在前十的榜单中取得七个席位 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反观加州能够成为钱最不值钱的地方 也是因为高昂的税负以及物价水平 根据统计就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间 加州人口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一路下滑降了50万 大家都疑惑 加州的人口形势到底怎么了呢 或许这个榜单就是最好的答案 高房价就像一个巨大的敌人 挡在了加州打工人面前 房子贵的让人折舌 不少人只能黯然离开 这片金色阳光下的土地 去寻找更实惠的家园 再加之让人头疼的税收 让加州人感觉自己打工 就像在不停地给政府搬砖 时间长了 大家自然也就心凉了 对于这个榜单 理财规划师苏珊娜表示非常直观 当你逐个城市进行分析 就会发现你居住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以及你居住的地方的税收环境 是如何真正影响你的六位数工资的 所以大家闲暇时刻多出去走走 考察一下别的城市生活 或许真的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